哈喽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全新一天的记忆分享了 今天有没有一个全新的好心情呢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让我们用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态 来进行训练和学习啊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习记忆的内容是哪些呢 今天呢飞飞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抽象知识的记忆 很多小伙伴们跟我讲说 飞老师实在不会记抽象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样的知识内容要如何记忆如何训练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哪些属于抽象知识 其实这个抽象知识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 你不理解的都叫抽象的知识 是不是 但凡是你不理解你不了解的 其实你都会觉得好抽象啊 不理解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 或者是不好背的 你也会觉得这个很抽象 只要是好记忆的容易的能看得懂 你都觉得哎呀 这好简单啊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啊 就是有很多 你不是很了解的内容才能称出来是知识啊 对吧 这样我们才能提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是一些化学公式 对吧 再比如说 像一些生物化学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看病毒的形态结构和生命活动的特征 形态的结构多种多样的 病毒的结构简单 由蛋白质的外壳和内部的遗传 物质核酸组成 没有细胞结构 然后生命活动 病毒只能寄生在活细胞里面 OK 我们来看一下 伦老师这个看的有点不太懂 因为它离你比较遥远 你就感觉看的不是很精心 那你看生物学生学的比较好的 是不是就感觉 这个东西好像蛮简单 很好理解 它其实很多抽象的就是 它并不代表说 一定是右眼可见的 它不是我们眼睛先锁 看见的一些 比较好理解 比较好成像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是抽象词 再比如说一些符号啊 或者是像我们在脑地起描赛 我们记得抽象 抽象图形等等 这些都是抽象的内容 这些都是抽象内容 我们把这个抽象图形 我们把它转换一下 就能连接记 所以你不要看它很难啊 从困难里面找到它的核心点 做一个转换 你就会发现 哦 太简单了 这个内容后面会教你怎么去记啊 不着急啊 所以呢 我先说一下 抽象图形记忆的原理 就是把抽象的文字符号 图片等信息转换成形象的故事和图片后联想记 和我之前讲的是一样 就一个底层逻辑 把数字文字声音转成画面 连接进行记忆 只是这些都相对来说抽象一点 抽象的内容也可以记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常用的抽象记忆的方法有哪些 比如说 像这个绘图的方法 或者是故事摄影法 连锁拍照法 或者思维导头方法 都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一些抽象的内容 但是这个 一般你要用到思维导头 就是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说逻辑性比较强的 不然的话 内容短一点的 一般就是绘图啊 或者是故事方法 其实就可以了 故事方法就可以 除非是大量的抽象内容 我们也会选择利用记忆供念的方法 我今天讲的都是属于一种知识点 如果你要记忆知识模块的话 你就可以借助记忆供念的方法 那我来说一下它的记忆步骤 还是理解 找关键词 出图 连接记 你有没有办法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只是不同的内容 它的转换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记忆一些化学的内容 你看 威力半径的比较依据有哪些 这个我们如果学过的话 有印象对吧 那没关系 没学过的 我教你怎么样做转换 你看电子层数 相同条件下 电子层越多 半径越大 核电核数 相同条件下 核电核数越多 半径越小 最外层电子数 相同条件下 最外层的电子数越多 半径越大 OK 老师看不懂啊 不理解啊 怎么办 没关系 你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它 然后呢 我给你做一个转换 转换是什么概念 你要先理解吧 对不对 那理解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你看 我们给它做一个转换 找个电子 你看 电子层数 是吧 电子 对吧 核电核数 和最外层 最外层的这个电子数 我们可以转换一下 你看 用联想汇图的方法 你看 把威力 这个威力嘛 威力想成是一颗果实 你看 威力就可以想成是一个 大大的一个果实 果肉 就是电子嘛 一层一层的 就是这个电子 对吧 你看 威力就是一个果实 对吧 果肉就是电子 你看 这个 它讲什么 电子层数 是不是啊 你看 一层一层的 你看 果肉越多 果实是不是就越大 肉多了 是不是果实就大了 所以呢 果实的半径 是不是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个能理解吧 你看 果核 核电核数 这个果核是核电核数 对吧 核电核数 你看 果核越大 果肉是不是就越小 越少 核大了 肉就少了呀 那果实的半径 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小了 好 果皮 果皮是最外层的这个皮 对不对 你看最外层的电子数 越大 你看果皮越大 代表什么 整个果实的体系 是不是就越大 果实的半径 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一个桃子 核大了 肉是不是就少了 对吧 核大了是小 肉是不是就多 对吧 你看那个皮 皮越大 面积越大 果实是不是半径 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 把它做了一个比方 是不是就简单了很多 果肉就是电子 对吧 果核 就是这个 你看 第一时间出土 你看果肉是电子 果核就是核电核数 果皮就最外层 威力想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果实 你看 记忆起来是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不难了 所以你要学会把它转换 你说老师 那种没有连接怎么转换 你尝试了通过你的理解 通过你看它的背景 通过你对它进一步的了解 我告诉你 大脑要学会转 大脑一定要去转弄起来 你看 像这样的知识就很适合 用一些联想加上比较的方法 就是转换比较的方法来经济 你看 又转换了 又出了一个画面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去记 像这样的一些知识信机 像生物化学 我们一般都会用绘图的方法 会比较多 它能够把 无图的一些知识点 转换成形象化的画面 记起来就容易 好 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 像这种单选题 下列有关物质性质的应用 正确的是ABCD 正确的是这个 A 正确是A 液氨气化时 要吸收大量的热 可做 可做那个制冷剂 可做这个制冷剂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只有一个固定答案的信心 你看 只有一个固定答案的信心 我们就用连锁拍照方法 就是拍对的方法就可以 那你看 这里面 是不是就这句话 这句话是一个核心 好 我们把它做一个转换 找个例子 你看 液氨 制冷剂 是不是啊 液氨就制冷剂 那这两个怎么得想 你可以想象 液氨液氨 可以想象的是 燕鼠 我第一声出了一个 燕鼠的一个画面 对吧 燕鼠来起夜 就液氨 就出了一个画面嘛 然后觉得很冷 哇 这个小老鼠 这个小老鼠 奇夜 天啊 太冷 太冷了 就制冷剂 是不是特别搞笑 你看 其实你主要稍微 做一个转换点 很多知识没有那种复杂 你要自于其乐起来 夸张 搞好玩 搞笑就行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真的可以 很有意思的去经济 你看 这就是连锁拍照的方法 对吧 连锁拍照的方法 前面讲的是 联想故事 结合我们的绘图方法 这个连锁拍照 我们还有很多呀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看 煤的催化作用 具有高效的 具有高效性和专一性 然后需要适宜的温度和pH值 等条件 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 对于煤的催化作用 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看 这个怎么进 一样啊 你看 找个例子 煤催化 高效性和专一性 要有温度和pH值 那你看 煤可以想象倒霉 催化解 就是催化作用 倒霉的催化解 只拿到了高中 高砖 文凭 高砖 就是高效性和专一性 而且呢 屁股还要坐在高温的凳子上 才能获得 天啊 这个倒霉的 催化解 好倒霉啊 然后呢 怎么样 它只有一个高砖学历 然后呢 它屁股还得坐在高温的凳子上 然后才能获得 你看凳子是不是pH 对吧 高温是不是 温度很高 对吧 p就是pH嘛 然后温度很高 然后高砖就是高效性和专一性 对吧 然后催化作用和煤 你看这都可以去联想啊 就是当你不是很理解说你可以转换一下 但我说了 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让你转换 那你也会很累的 所以呢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给你举例 你学会举一反三 你学会举一反三 再举例 比如说像这样的内容 你看生物个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是 巴拉巴拉这么多 看起来 哦老师 看着有点那个那个 不是特别理解 记住 不理解没关系 我说理解是基础 你用你已有的知识体系理解 永远记得 它的第一步都是要理解 然后找关键词 关键词是很重要 找到关键词之后 你要把它转换画面 找到关键词以后 你要把它去转换成画面 一定确计要把它转换成画面 转换成画面以后 要连接记 怎么连 你可以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去连接 你可以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去进行连接 你看 表现型和基因型 你看影响因素 内在因素是控制 环境条件是影响 那么就很简单了 你看内在因素是怎么样 然后呢 环境条件有什么影响 你看是不是就很简单 对吧 你看思维导图也可以啊 或者你刚才那个知识点 你用这个绘图的方法也OK啊 就是无论你用哪一个 你都要切解 都是一个底层挪解 所有的抽象词 其实都会转换成具象词 来总结一下 通读理解记忆知识信息 首先要选择适合方法 再按照记忆的五个步骤 来去还原修正 通读 读的过程当中就是理解过程 确定方法 你要感受 你要感受一下 这个知识内容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把它一字不落的背下来 你还是要按照一条 两条三条四条背下来 你还是说理解个大概一字就行 你确定了你的目的以后 我们来选择好的方法 就跟你确定你要去哪里 你要选择运用哪些交通工具 是一样的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得准备东西 你要找过点词 你得有联想出土 你最终要还原复习 这些是核心 这些核心 好了 小伙伴们 抽象词没有我们想象当中 那么复杂 抽象词没有想象当中 那么复杂 记住一点就行 那些都是情绪呢 带来的 我们去思考 我们去感受它 文字一定有它背后的画面 抽象词也是一样 它只是用我们不太了解的 不太熟悉的原方式 去表达而已 所以小伙伴们 今天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尝试 有个小同学说 那是这个文件还没学呢 怎么办 那家长来辅助我们孩子们 来去理解一下吧 这也是给你们的一个考验哦 好了 小伙伴们 尝试去解决你觉得困难的问题 也是一种能力 所以呢 不用担心 不要纠结是小学学的 还是初中学 还是高中学的 知识摆在面前 我们不分界限 OK 那今天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啊 今天内容先到这里 就念一下啊 记忆抽象的内容 其实绘图法 联想法 以及故事方法 以及思维导头的方法 内容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会选择利用这个 定位装的方法 不然的话一般不会用 如果这抽象词 抽象内容里面 会涵盖着跟数字相关的 那还会再结合数字的方法 就是你慢慢你要去观察 这些内容有哪些 记忆步骤者通读 确定方法 找个原则 联想出土 还原复习 好了 叫伙伴们 感客去完成今天的作业吧 希望大家有一个全新 美好的一天 飞飞老师在这儿 祝福你 加油训练 请大家看